現在是凌晨三點鐘 然後我們已經起床了 要準備去買車票 阿里山的晚上真的是超級冷 遇寒的遺物請準備好 阿山帶小孩慢慢來 然後我要自己先去排隊 我們昨天在奮起活的時候沒有買到票 因為已經關門了 建議大家如果有來的話 你在前一天就可以在各個車站都先買好票 這樣會比較方便 就比較像我一樣 要去買隊 當然如果你有更就是老毛遠慮的話 你其實可以先在那個網路上訂票 會更方便 然後上來 有人說如果前一天晚上可以看到滿天星空的話 你看到日出的機率啊就會變高 哇好多人喔 趕緊加入排隊 我們進來了 前半小時就會放人進來 然後超級多人在排隊進來 所以建議大家能早盡早 他們已經到第二班了 那小火車會是旅客的這個人數來做四隻加班 但是如果是第二班的話 他們對那個看數的那個時間就會更大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要早一點 不過這個是火車的尾巴 它的車頭在另外一邊 搞不好它是車頭的架子坐在那邊 哎唷你們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啊 變蠢欸 好啊 大家都要衝啦 偏偏亮 很美欸 就在前發 快到了 真的差不多20分鐘 漂亮 右側最漂亮喔 好啊 這邊小飯一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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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本來的駐山站 因為它在整修 所以我們才要走 這麼久 這個火車站駐山站呢 現在正在整建 在一年兩個月全部整建完畢 各位 歡迎各位 在一年兩個月 兩日中可以到達我們的觀眾朋友 盡量保持個社交距離 來 我們一山山脈 日出冬天就在這邊出來 今天在左手邊喔 就在這個方向出來 我們台灣總共全世界有幾個國家呢 二三三 兩百三三個國家喔 台灣白馬里一山驅名 是一個世界大島嶼啊 天然有三十趴 紅色全部山區喔 真的要拿這個喔 不然 我真的很視野 看完日出了 那很開心有看到日出 因為日出並不是每一次來都可以看到 熱雲乘胎後的話 它是看不到的 今天看到了 天然水 那這邊有幾個要分享給大家 它走過來的話大概二十分鐘 可是它回程的時間大概是 開車時間的 最後一個小時吧 這是最末班的車 所以你二十分鐘來 二十分鐘回 然後你又加在看日出的時間 所以其實很多人就是來看完以後 就趕快就是回去搭火車了 如果你不搭火車 你走下山的話 大概要五十分鐘 那我個人呢 帶著兩個半壽人也是選擇搭火車 所以我們現在要趕快去搭火車了 Let's go 這裡是駐山觀景台 往下走呢 還有一個小麗園觀景台 大家都說小麗園觀景台的那個view更好 可是從這邊走過去還要再十分鐘 你去那邊時間會更壓縮啦 就是大家要考慮一下 它一路上都是上坡 所以真的是爬得蠻累的 一路上的美景真的很美 一定要跟火車頭合照吧 我們早上先補眠一下 等等再去吃早餐 晚安 早安 早安 我們現在睡一覺起床 要去吃早餐了 要去吃早餐了 乾杯 在廣場 旁邊有一家早餐店 來吃這間 酥餅 這個很特別 這是歐姆蛋 然後加這個食材 好 好 喔 神木的列車 壓到 吃飯了 吃飯了 很棒 喔 開車 我最頭也爬樓梯了 太美了 沸沸這樣走路真的特別好笑 哇好大根喔 哇這根也很大欸 啊隔壁也有這根也很大 它雖然也不是最大的欸 好厲害喔 有人在發脾氣 我沒有在發脾氣 我在吸收芬多斤 這是露燈的粘奶 這顆粘奶都是跟我師傑 這個跟花吃 完美 完美 就算他在那邊 媽媽是可以掉下去了 就算他在那邊 掉下去了怎麼辦 你去撿啊 嗯 菲菲覺得累 就是 第四號 第三號 我覺得不太像 第二 千年神木 1500到1500二 這顆嗎 蛤 走到了 它這個是圍起來的 很美 803到839 萬歲快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它還像這樣 還像獅 因為這是日本人取的 日本人萬歲都叫 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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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是萬歲 是萬歲 哈哈哈 阿里山八景的香菱神木 如果 那些人在想 到家 腿就斷掉了 他還趕快叫說他要回家 哈哈哈 回 家 三代木 一代二代三代 为什么呢 它是三代同弟而生 好神奇 第一代树林约1500年 阿里山八景之一 香陵拱桥 永洁童心 在姐妹坛旁边 金珠暴行 大家觉得像珠吗 从香陵服务区走 一路走 很多阶梯就会来到姐妹坛 超美的 不过还蛮美的 这里呢 是姐坛 姐妹坛必拍圣地 我们现在看着美景 要吃午餐 这里是香陵服务区 然后如果你走累的话 可以来这边吃个饭 也不错 我们要准备离开这个阿里山了 我们现在要搭乘这个 游远车 从这个香陵站呢 一直搭往那个阿里山站 它有这几站 可以让你省缺不少时间 我们下山了 再吃冰 吃完冰 我们现在要准备离开阿里山了 然后我们今天的行程 我觉得还蛮顺的 早上拉小火车看日出 以后休息一下 再搭小火车去往神木 神木那边走一走 看一下巨木区 到香陵神木这边 一路走去姐妹坛 最后回到香陵吃个饭 就搭乘游远车 回到这里阿里山站 我觉得这整个过程是蛮顺的 大家可以参考 我们现在要去露营区啦 Let's go 对展示篮 太快了 呼唬了 谢谢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